大家好,欢迎来到爱门享受健康系列的频道 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喝水是我们生活中再品尝不过的事情 然而,你可能从未想过 喝水竟然可以帮助你瘦身 今天,我将带你深入探讨喝水减肥法的神奇力量 并提供生了最佳的喝水时间 让你快速燃烧脂肪 同时稳定自律神经 为你的健康和身材带来真面影响 在这个时代 人们对健康和美丽的追求越来越高 减肥成为许多人的目标 而喝水减肥法因其简单异形而受到广泛关注 相比其各种复杂的减肥方法和食补 喝水减肥法为了们提供了一种自然 简单且经济的方式 让人不禁好奇它的有效性和运作原理 喝水减肥法的理论基础在于 适量摄取水分可以增加代谢率 促进脂肪的燃烧 并且抑制食欲 此外,喝水还可以帮助身体排毒 保持消化系统顺畅 让你更容易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 科学研究支持喝水减肥法的有效性 一项发表在《肥胖》期刊上的研究表明 增加水的摄入量可以增加代谢率 使身体每天消耗更多的热量 这一位则 当你每天喝足够的水时 你的身体将更有效地消耗热量 帮助你达到减肥的目标 另一项研究则发现 喝水可以抑制食欲 减少饮食摄入 这是因为有时候 我们的身体会将口渴的信号误解为饥饿的信号 导致不必要的进食 通过随时保持足够的水分摄入 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辨别身体对水和食物的真实需求 从而避免过量进食 喝水减肥法的三个最佳时间 一、清晨空腹喝水 启动新的一天 清晨醒来时 我们的身体处于长时间的空腹状态 这时候喝一杯温暖的水 可以启动你的新一天 这样的做法有助于清除田内代谢废物 促进肠胃蠕动 让你在一天开始时就感受到轻盈和活力 此外 空腹喝水还可以刺激肠道排空 帮助你建立规律的排便习惯 从而减少腹部脏器和便秘问题 这些都是保持身材苗条和健康的重要因素 二、餐前30分钟喝水 控制饮食量 在进餐前约30分钟喝一杯水 可以帮助你控制饮食量 随占满你的胃部 减少了进食时食物的摄入量 从而帮助你更容易感到饱足 这是一个简单但非常有效的减肥方法 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进餐时 过量饮水也不是一个好主意 过量的水分摄入可能稀释胃液 影响食物的消化 因此 控制好喝水的量是非常重要的 三、睡前喝水 促进新陈代谢和深度睡眠 睡前喝水是喝水减肥法的关键时间之一 适量的水分摄入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帮助你在睡眠期间也能消耗热量 并且加速身体的修复和再生过程 此外 睡前喝水还有助于保持身体水分平衡 避免因脱水而引起的不适感 一个舒适的睡眠环境对于保持身材健康 和稳定自律神经至关重要 制定一个适合自己的喝水减肥法计划是至关重要的 以下是一些建议 帮助你和你安排喝水时间 从而更好地达到减肥效果 一、计算每日所需水量 每个人的水分需求是不同的 取决于年龄、性别、体重和生活方式等因素 一般建议每天至少摄取8杯的水 约2000cc 然而 如果你是一个活跃的运动员 或者生活在高温多次的环境中 你可能需要更多的水分补充 二、建立固定的喝水时间 在你的日程表中 设立固定的喝水时间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提醒自己随时保持水分补充 例如 在起床后 进餐前和睡前设定喝水提醒 这样可以形成良好的喝水习惯 三、使用水杯监测水量 为了更好地控制每天的水分摄入量 你可以使用特定容量的水杯或水瓶来监测喝水量 将水杯放在你经常停留的地方 让你随时方便喝水 四、避免含糖饮料 在喝水减肥法中 避免饮用含糖饮料至关重要 含糖饮料不仅会增加热量摄入 还可能引起血糖波动 导致饥饿感和食欲增加 选择纯净的水作为主要的水分补充来源 将有助于达到减肥目标 除了喝水时间和量的安排外 还有一些其他注意事项 可以帮助你更好的实行喝水减肥法 以取得最佳效果 一、饮食均衡 喝水减肥法不应该成为你饮食的全部 而是作为一种辅助手段 保持饮食的均衡和多样性 摄取足够的蛋白质 蔬菜和水果是非常重要的 这样可以确保你的身体获得足够的营养 同时达到健康减肥的效果 二、适量运动 运动是减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 每周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有助于加速脂肪的燃烧 同时塑造身材 喝水减肥法可以提供能量 让你更有动力进行运动 三、注意身体信号 喝水减肥法不是适合所有人的减肥方式 如果你有特殊的健康问题 或者对喝水过量有不适反应 应该及时停止使用喝水减肥法 并咨询专业医生的建议 喝水减肥法是一个简单而有效的减肥方式 它利用水的神奇力量帮助你瘦身 同时稳定自律神经 促进整体健康 在执行喝水减肥法时 请注意适量摄取水分 遵循科学的喝水时间 并结合均衡饮食和适量运动 这样才能取得最佳效果 喝水减肥法虽然简单易行 但也需要持之以恒和耐心 希望这视频能为你提供有用的指导 帮助你在追求健康和美丽的道路上取得成功 不过最好的保健方式 应该是可长久持续而健康的 每个人的身体和需求都不一样 建议咨询我们的营养师或健康专家 以获取个人化的建议和指导 根据你的目标 身体状态和饮食习惯 制定适合你的健康计划 那最后祝大家都能够轻松享受健康 谢谢大家的收看我是享受健康的爱门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记得按订阅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才会收到最新通知